台湾女子团体 Dream Girls的团长宋米勤 上周大婚 找来李玉芬担任伴娘 而郭雪芙则因为敢拍戏 剧组不放人 因此到晚间八点半 婚宴都开始了人才出现 被质疑到底是有多忙 忙到连好姐妹一生一次的婚宴 都抽不出时间来 虽然郭雪芙后来送上 她有生以来最大的红包 高达五位数 但也让早前三人不合的传言 又浮上台面 近日宋米勤又在网路上 贴出一群女生 为李玉芬庆生的相片 因为5月11号 是李玉芬30岁的生日 当天一群好友一起为她庆生 李玉芬许愿时 宋米勤更从她的背后 环抱住好姐妹 并写道 可爱的玉生日快乐哦 我好幸福 有这么好的好朋友 好姐妹爱你 两个人的感情可见一般 不过怎么又独缺郭雪芙了呢 而且在郭雪芙的网页上 也不见她祝福李玉芬 难道真的有心结吗 其实Dreamgirls出道四年多来 一直都被传不合有心结 虽然三个人每次都否认到底 不过从三人出席公开场合的互动 和一些细节 都看得出三个人的感情 好像蛮薄弱的 李玉芬也曾经坦言 三人多少会有摩擦 最严重的一次还曾经摔过门 对于这一回郭雪芙没帮李玉芬庆生 经纪人表示 郭雪芙最近在赶拍戏 虽然无法参加 但已经准备好礼物 会再找时间帮玉芬庆生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